紅磡北帝廟的花貓洛洛 懷疑在颱風魔蝶襲港期間 被網紅Kenny抱走了 警方之後在紅磡二村一個單位找回洛洛 並且拘捕一名25歲的男人 不過找貓風波仍然有後續 又網民去探洛洛時 發現他頭部身體有疑似傷痕 手掌有疑似血洞的痕跡 懷疑洛洛曾被人拔走了指甲 網民更說落落縮在角落頭顯得很驚人 據了解貓主人關先生已經安排獸醫檢查 警方在調查後發現落落指甲齊全 未有怕人跡象 相信網上流傳的血洞紅點是舊痕跡